歡迎收看國光幫忙 讀書的時候還好了 一包 後來開始出社會都遇到一包半以上 喝了酒大概要醉了兩包 你記得嗎 我還賣過雪茄 對… 然後呢 我一天才不是跟雪茄 要最後那個肺都受不了 最高峰的時候很不堪回首 一天要偷到三包 那個螞蟻蟲睡著就睡著了嘛 我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是想抽想到醒來 好噁心喔 對… 對… 但是你晚上在睡覺喔 然後…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對… 有了… 好噁心喔 來吧… 你遲早要戒煙的 我秋恩 大家玩 加油 來 好不好秋恩 來 你又不來… 好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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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不拉手 忘記了 忘記了 你為什麼 忘記了 快點 拉起來了 我已經拉了 我露了你 我以為是舒嬌 舒嬌的褲子 耳間 喂 你什麼樣 壞習慣 幹嘛哭 長那麼大了還要壞習慣 拋出來了 好 OK 太精采了 今天主題要改 你為什麼喜歡不拉拉臉 什麼意思啊 OK 那你不做煙吧 不超 好 拉拉鍊吧 那 男朋友不拉拉鍊會不會比較帥 對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我打死也不說的兩個字戒煙 以前真的是打死也不說的 來 起零欠借 謝謝 那個以前為什麼打死不說戒煙 因為覺得戒煙 好像沒有我們的事 就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戒煙是要有個動機的 嗯 那我們先講當初為什麼抽煙好 請問你當初為什麼抽煙 當初好玩啊 對不對 好奇 好奇 覺得這個比較有大人的班 好奇啊 好奇啊 那你呢 我是 我哥哥帶我抽的煙 我哥哥會說你試試看 你知道嗎 哥哥那個也不學好 那個 爸媽很少在家 就跟他們出去玩 那才國小吧 我小小 小五 我哥哥是國一 你知道 跟他們一票出去玩 黃昏他們就在那個 村子口在那邊抽煙 我就跟著站在旁邊 他也抽一口看看 那是我第一次抽煙 一口 哇塞 而且那時候是長壽 長壽是 沒那麼好吧 心熱 心熱 對 然後沒有綠嘴的心熱 我是因為拍戲 我一直到拍戲才抽煙 我在 太北高中還不抽煙 我到國王校剛進去也不抽煙 那是因為拍戲 他就熬夜嘛 熬夜 大家就會抽煙 你抽不抽煙 我不抽煙 嗯 沒有抽煙啊 無聊 來抽一根 好吧抽一根 然後抽到那個 還是抽空煙 大概三口 四口麵大概一口十煙 三口空煙這樣 因為你就是不好意思 大家在抽煙 後來演戲有沒有 就是演抽煙嘛 然後你是幹什麼東西 你幹嘛的 抽煙 太假了抽假煙 然後才開始抽幾煙 然後後來因為拍戲時間太 太太 經常在拍戲的時候 經常就會抽煙 才開始抽煙 亮哥你以前抽煙幾歲開始抽 十歲就抽煙 你這樣子是瘋狂的 是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是住在菜市場裡面 那個菜市場裡面龍蛇混雜 是 那大人每個人都抽煙 抽煙吃檳榔是很正常的 在其樣嘛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 那我爸爸 我爸爸也抽 然後我還會偷我爸爸的錢 那時候一根煙 好的 我都抽 我從小就抽長壽的 哎唷 行情 那時候 沒有人買一包買不起 刷混零煙 刷混 那我偷一塊錢可以買兩根 一根五毛錢 那我就 去看那個漫畫 暑假的時候 小學四年級的漫 去那個暑假 就是看那個 就是那個漫畫書 然後就躲在那邊就 抽煙 我第一顆煙我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 沒有像你這樣咳得很那個 大概就已經受我爸爸的這個 乙巡頭 因為我爸爸每天在旁邊的時候 我已經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第一口下去 好水 終於 終於抽到一手煙了 而且是長壽 這麼多零二手煙 因為我爸爸那個 他們年輕的時候還說金馬 金馬 金馬 寶島 不是那個 好厲害 好貴 寶島是很貴的 金馬 他幾乎在新樂園跟長壽中間的金馬 很像一個總統 好像包裝是紅白色的 對對對 金馬 金馬煙 可是我們現在想想那個畫面 十歲小孩 窩在一個角落抽根煙 對 看漫畫那就是你 就是我 OK 我原來總共抽了多久 大概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 那你 我其實我小時候很討厭煙味 那時候覺得抽煙 沒有一個小孩子生下來 就沒辦法抽 耶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抽煙的是壞的 在我們那年代會抽煙的就是流氓嘛 是 乖小孩怎麼可以抽煙 好那好奇心 那時候我爸爸也是常抽煙 我記得我半夜偷抽 我這種東西怎麼會有人抽 我就 很痛恨這種東西 那 欸這樣幹嘛 欸這樣 他最近沒有出來 我代替他好了 然後後來呢 然後呢 他也慢慢長大呢 就變成為了社交 進電視圈以後 沒有沒有 那個第一次是高中的時候啦 那時候 那個同學是這樣的 同學就是說 說要約去廁所抽 那你不去 好像選了這些很訓 訓掉 然後那時候煙 那時候煙就不是長壽的囉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奇怪 那我在賣那種模型 汽車模型的店 他們會有一種散裝的洋煙 莫爾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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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爾還有分啦 對 咖啡色 藍色 綠色 我們那時候看到都是咖啡色的 然後我們那學校是那個 天主教教會學校 我們都躲在什麼呢 因為校長呢很謙誠 躲在十字架後面 對 他就蓋了一個山洞的感覺 那裡面呢就供奉那個馬利亞 然後有十字架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這邊抽抽抽抽的煙霧弥 校長騎著摩托車 又來了 我們趕快把煙 踩在地上 好 那校長進來 就到處聞 好 然後他說 他說你們聚在這邊幹什麼 因為校長 我感覺說那個是煙味 我們還跟校長講說 沒有沒有 我們在那個 校長年事已高啦 他也無法分清楚 好乖 他就說我們乖 然後真正開始定期抽 是二十歲左右了 那時候已經來台北念書了 那完完全全就是啊 紓解壓力 因為那時候失戀 失戀的時候呢 就手足無措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還不會學會喝酒 欸你演一下 手足無措是什麼感覺 就說 怎麼辦呢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失戀 然後 為什麼政府不准讓電視有抽煙的畫面呢 是對的 因為我當時就是看電視上的人 跟電影中的人 只要失戀都會抽煙 然後因為缸喔 都會弄得滿滿的這樣子 我就認為說 失戀就應該不去這麼做 所以我才 我才真正花錢 去買了生平地包煙 然後學電視上的人喔 把一整包都抽完 好笑的是 我就這樣抽都抽 從此以後我就 我就淹不離身喔 從二十歲 然後朋友們都知道 我是會抽煙的喔 一直到二十三歲的時候 有一天我朋友在旁邊 一直觀察我 我說 我說嘿 我都抽三年了 你還問我真抽假抽 那不是問那種娘炮的問題 他說他看我吐煙的方式 不像真抽 後來我才了解到說 我這三年來 都是在抽空煙 我自己不知道 難怪我一直覺得說奇怪 我都抽過三年了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煙癮耶 我有時候坐車坐太久 沒抽過也不會怎樣 我還覺得說 我自己的意志力很好 都笑人家說 幹嘛被煙癮奴役啊 像我要抽就抽 不抽就不抽 原來喔 我這三年來我都不曉得 我抽過是空煙 呆子 那他們為什麼有辦法 從煙判斷是空煙假煙 你知道嗎 吐出來煙不一樣 對 你抽真的煙出來 那出來 那是有勁到的喔 一條線 空煙吐出來喔 好像在蒸去魚一樣喔 對啊 看我怎麼永遠都是吐這樣子 空煙吐出來比較白 對 而且那個線比較直 後來被他笑了以後 我就說 不要被人家笑嘛 我就開始抽真煙了 然後 所以人家說 所以人家說 吞雲吐霧就是抽真煙 對 把一朵雲吞進去 然後吐在下霧移啊 對 那你抽幾年 這樣子算算就25年了 25年 算久了 我大概17年了 我是在這個當兵的時候 第一次下部隊 跑到五百五千公尺以後 很累很喘 那時候學長說 你怎麼喘不行 來抽根煙就會好 就沒想到第一根煙這樣 擠的時候 一吸一大口玩這樣 哇嗆也要 等一下大概一個多小時 後來就覺得說不行 要被人家笑 被所有的學長笑 後來決定 要要練 這樣以後呢 才能夠在這個軍中生存 才能混下去 對啊 不然混不下去 大部分當兵的人都會抽煙 對 對不對 社交煙啊 沒辦法 就沒事了 你看我看也 看著感情 而且我們那時候 當兵還有發煙 對 對 對 OK Ju呢 我大概是高三升大學那一年 壞 不是 我大概是十七八歲 十八歲左右 那時候失戀 然後學長就 那時候我 在學校住宿 學長就把我抓出去說 我們晚上你失戀 我帶你去打撞球 然後就包台 晚上撞球間包台 那一定就是 大家就有人在抽煙這樣 那我失戀就有悶坐在裡面 學長就拿那個 保利達啊 給我 然後就拿一根煙 就說 失戀 拿人失戀抽根煙就好 而且他還特別去買 那時候 比較好要抽風 帥 一定要就是 陰色就好煙長 對啊 然後就給我抽 然後就抽 後來抽那時候都還好 就是人家給煙我才會抽 也沒有什麼影 然後是到大學開始 我們念那個 營建工程系要畫圖 每天熬夜畫圖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 制圖之後旁邊都放一包煙 不然的話很累 不過在這邊要跟一些朋友講 就是我跟你講 失戀 抽焰是不會好的 失戀 越抽越難破 真的 對方不會回來找你 也失戀 故事可信度太低 孫鵬完全不相近 有一年 36年就做上班 36年就做上班 35年做得還比較晚 到了13年之後 就已經是硬了 好卑微喔 連抽得少還沒得做 好 那時候抽焰之後 量是怎麼樣 一天要抽多少 我小學的時候 大概一天大概兩三根 我正式領牌是16歲 是我這個 讀武專的 一年級開始 我就跟我爸爸講 因為我爸爸本身有抽 我說 我在家裡躲得抽沒有意義 對啊 你也有抽嗎 那我們全 我們班上全班 大家都抽焰 那 反正就跟著大家說 16歲就已經領焰牌 就開始抽了 抽得很過癮 每天大概一 讀書的時候還好 一包 後來開始出社會 都遇到一包半以上 喝了酒大概 一包半以上 對不對 因為 你知道嗎 打牌喝酒所以醃是 一根接一根的 一定的 那以前我跟他們 常常打牌 就是還好打牌一個好處 醃抽兩口就放了 關注在牌上面 那醃燒完再點一根 所以 實際上抽得少 是這個打牌的酒 而且人家也說過一句話 醃酒不分家 對 尤其喝了酒 沒有辦法分的 一直呼嚕 酒店我們那個年代 都是在酒店裡面混 而且人家也會打煙去 我們不是混夜店 我們混酒店 不太一樣 而且台灣文化很奇怪 像國外的煙都大家 各抽各 對 然後台灣跟內地是不一樣 從頭前起 從頭前起 中國人一定要打煙起 對 我不是抽煙而已 你記得嗎 我還賣過雪茄 對對對 一天來抽五根雪茄 哇塞 那為了賣雪茄 每天在那邊是試雪茄 我告訴你 那個吸到最後那個 那個肺都受不了了 真的是受不了了 一天一包半 沈玉琳你一天大概可以抽 我 漸進的啦 到後來最高峰的時候 很不堪回首 一天要抽到三包 三包 三包等於早餐 中餐晚餐等於一餐 要幹掉一包的意思 對啊你這樣子幹什麼 做節目啊 壓力大 在公司被老闆罵 啊到外面被主持人罵 我從來沒罵過你啊 我也是沒有罵過 回家被女朋友罵 就是你的生活裡面 都是被罵 那怎麼辦呢 就是靠抽煙排解嘛 那一抽不可收拾 哇那時候 三包六十隻耶 我跟你講喔 那多可怕你知道嗎 你一般人是這樣 再怎麼愛抽 睡著就睡著了嘛 所以很早有人睡著 他在抽煙的嘛 好 那大不了說醒來 要我偷一根 我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是想抽喔 想到醒來 好噁心喔 對 好誇張喔 就是你晚上在睡覺喔 然後 怎麼在賭影啊 怎麼在賭影啊 然後醒來趕快點一根煙 到這種程度 有一點那個水災喔 那個外面淹水淹到一層樓高 我肚子已經餓了餓了兩餐了 但是就可以忍住喔 肚子餓了要死 然後想說沒關係嘛 到不了不吃 可以忍住餓 但是淹抽完了 好 然後開始撿淹屁股 連淹屁股都抽完了 好 那就沒淹了嘛 可是外面淹了一層樓高 我們住三樓嘛 淹了一層樓高 怎麼辦呢 就發狠 好沒有淹抽 一定好像會死人一樣 我就決定還是出去 那個多可怕 我是 就是因為我不用蹦到一樓 因為一樓那個都淹水了嘛 我是從二樓 然後幾乎是像我們在游泳池 跳水這樣子喔 蹦下去以後 那個水差不多淹到額頭這裡 好 然後呢 7-11我們家 正常走路差不多要五分鐘的時間 我就跟僵侍一樣 因為要呼吸嘛 還有水淹到這裡 真的 然後我等於是 半游泳的情況之下 跳幾下 游幾下 去買 去買淹 哇塞 我們那個燕怎麼帶回來 我會請問你那個燕 他買到在那邊抽完回來 沒有啦 你用那個啊 7-11的那個塑膠袋 把它弄好啊 然後綁在 7-11的淹水還有開就對了 還有開啊 沒有 在很遠的地方 想抓他捕爛什麼 我那邊抽完 7-11的淹水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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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知道我講話是內套的 我們那時候在巴德路 那條巷子是淹的 可是靠台式的巴德路 是沒淹的 那是深的 喔 沒出過 好啦 誰笑 那是他嗎 那是他嗎 後來抽煙最興奮的都是 大概也是一包飯左右 也是在這個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我想說這個花費很大 一個月有時候要花到這樣 四五千塊這樣 一條一條抽非常 後來我就說請 因為那時候剛好 那個舅舅是在跑船的 跑船的時候就可以 從外國帶回來這種 一條一條 但是而且那時候帶回來的 那個煙都台灣都沒有很奇怪 比如說珊瑚啦 CAMO啦 這些比較 比較這種多的煙 電影裡面看得到 對 電影裡面 人家那種詹姆士迪恩 在抽的煙 但是那種煙的壞處就是 連上兄弟看到 你吃這個這麼好的 都會跟你要煙 所以後來發現 一包半裡面 大概一包都不是自己抽的 我每次看到人家抽煙 我都很想跟他講說 我如果告訴你什麼膠油啊 尼古丁啊 你就覺得那個 反正離你們很遠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些香煙裡面的化學物質 用大家比較常見的 生活中的物品來替代 所以如果說香煙中你最 第一個接觸到最多的 那個東西叫沙蟲劑 怎麼說呢 因為你吃的是尼古丁的部分 其實它高濃度 就是一種沙蟲劑 所以最多的就是沙蟲劑 第二多的是什麼 是那個 就是因為你們那個膠油 其實就是瀝青 沒膠油 所以第二多是 那第三還有什麼 第三就是比如說 像你們的 泡屍體用的 符馬鈴 因為裡面有假學嘛 所以等於你也抽符馬鈴 你剛剛快弄完這三個 是 難怪你不老喔 十分鐘前 感覺很不錯嗎 第四個就是像我們一般都會 老鼠藥跟披霜 因為裡面的 生跟氫化物都有 所以我就在想 這些東西加起來 為什麼對面的四位 看起來還能活跳跳 這真的不簡單 他們都戒了 就是他 所以他現在臉色黑的是那個 那個放北京的那個 是膠油 對 你抽的鹽可能膠油特多 還好吧 翻到臉上去 他在 他抽鹽的牌子叫膠油 膠油 我以為是去膠油 他是膠油的牌子啊 你聞到你們 你太太那個指甲油 有時候要用那個去光水去掉 你會覺得特別的興奮 因為香菸裡面 沒有 就臭死 那奇怪香菸裡面也有 你們抽起來就覺得很高興 他當然不覺得他難喝 其實很多啦 大概幾千種的化學物質 至少有四十幾種是會致癌的 來 吳醫師 其實香菸它裡面吸進去的時候 有七千多種化學物質 七千多種啊 這樣 其中知道有害的東西 有好幾百種 這些東西基本上 吸到你身體內 就像一群流氓一樣 到你身體內到處做怪 吸到嘴巴 嘴巴就破壞 吸到氣管氣管就破壞 吸到肺就破壞 長期吸下去之後 那個破壞是永無止境的 你的身體是修復不了的 這種狀態是處在一種長期破壞的程度 他甚至於進入 在肺裡面 進入血管裡面去破壞到全身 我們大概可以這麼估計 抽菸的人大概少過十五年 少過十五年 那他們今天還有 來得及嗎 還有救吧 有救嗎 救人之後可以多活好多年 但是基本上 沒有 他們本來可以活一百歲 現在只能活到八十五歲 抽菸的人差很多 這個意思 嗯 差很多 那我們看那個肺部圖好不好 OK 我們說有抽菸 跟沒抽菸 這個費是完全不一樣的 見以後會白回來嗎 你白期的租費 見以後不會變回來 不會回來 就一直黑下去 那就繼續抽啊 奇怪啊 回來不齊了 會啦 會好一點 你現在還黑得不厲害 就可以讓你稍微不黑 可能是灰色的 不是 沒有到灰色 不會退啊 戒菸會退 分享戒菸過程 人卻不停扯到往日前 這樣哥 將近十年 厲害 當初戒菸的原因是 因為 我已經五字頭以上的年紀 那我四十幾歲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很說不定 台灣話以後 很少就沒了 四十歲以後 為什麼一天 一天到晚再感冒 嗯 一年感冒七八四 這什麼玩意兒 自己自己 奇怪我也沒幹嘛 而且我也還有運動 但是那時候還沒戒菸 找感冒 有一次感冒到 肺氣腫 嗯 吃兩個多月的藥 好都好不了 嗯 那醫生就說 你再不戒菸 我給你再好的藥 我吃的那個消炎藥 已經是 這個是消炎裡面最強的 很強的 最厲害 最強的 醫生說沒有藥啦 你再不戒菸 沒有 你那個肺氣腫不會 我後來去健保一種 叫胖胖魚啊 我每天早上起來 就要吸一次 晚上要睡覺醒 就要吸一次 它形成像個魚一樣 那個是 好像是肺 也不知道什麼樣子 他還不跟我講明白 就每天要吸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想 對啊 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而且吃那麼多吸藥 人家多恐怖 每天在那邊吃藥 工作也不行 什麼也不行 而且那咳啊 咳到 人還沒有到聲音就來啊 誰要跟你做朋友啊 還沒講話就 一直在咳 兩個多月好不了 哇那麼氣了 把你氣死 自己也噢 算了 醫生說你戒菸師 一個禮拜看看 我就戒一個禮拜 戒完一個禮拜 就 肺部就很舒服 咳就少了 那還有一點藥 我就把它吃完 到第二個禮拜 以後 我沒有收 我藥就沒吃了 也不咳了 那慢慢的就在復原 自己可以感受自己 肺很舒服 元氣回來了 然後 前那個兩個禮拜 除出來的痰還是黑的 過完大概三個禮拜以後 痰就不黑了 一點點黃 當然已經不太發炎了 那我再去看醫生 醫生說 你好的差不多了 那你就 可以吃點中藥調養一下 你好的差不多 抽菸嗎 他也是我 那個醫生啊 他也是抽菸 那我就趕快 那個胖胖 我要吸一個月 那種 那個肩膀好像不給付了 我就吸一個月 吸完了 我就下定決心 我的身體這樣 我老婆那麼年輕 兩個多月沒碰她 對不對 都在咳嗽這樣 就是啊 萬一對不對 這兩個多月出狀況不行 然後我就 我的人生 對一根小小的東西給控制 對 對不對 這是什麼玩意兒 就不要了 你就戒了 真的就開始戒 當然這個戒的過程 有時候 碰到好朋友的夜店啊 坐一坐 酒一喝 就偷抽一下 還是會 這個中間有大概三四次這樣 平常都不抽了 就是去喝了酒 就抽一下這樣 但是 大概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不過你說那個很棒 很像那個誰高占鋒 他那個真的是神經有毛病 他怎樣 他已經咳嗽 就咳到 咳到那快吐了 我說你這個還好吧 我說 對 對 你已經咳了 不要 沒有 咳到那 我不會學那個很難學 就是咳到 像吐的聲音 對 吐了這樣 還要立刻點一根這樣抽 我說不是你這個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醫生什麼 沒有沒有 可是他很常常這樣咳 我們都很少咳到那樣 除非感冒還是什麼的 嚇死了 那個煙音太大 對啊 我總是離開醫院拿完藥 醫院門口就點一聲 他常在咳 以前坐飛機有沒有 長途不管到哪裡 一下飛機 都會不會害不他 直接走出去先點煙 對 一定都這樣 對不對 那沈玉琳 點煙界多久了 這樣算算將近快一個月了 算什麼 那我們算同學了 對啊 其實我們戒菸的理由應該很像 對 你是為什麼 你是接待我們這個通道 才開始戒菸嗎 什麼字 不是在討論嗎 你是用錢遊戲 我跟你講 一個月前我去看中醫師 那為什麼要看中醫師呢 因為就是要希望趕快能夠 生小孩 受孕嘛 那中醫師就告訴我說 這個尼古丁會殺精 他說 他有一個病友 五年無法懷孕 戒菸半年以後 馬上人家就受孕了 對 會殺精 然後呢 泌尿科醫生跟我說 抽菸會養尾 不舉 會不舉 所以阿翔就 因為最近 好像是真的 最近有一點 不舉啦 有一點分之三十五而已 有一點密不從心 不會這樣子 有一點密不從心 最重要的動機 來自於我老婆 因為老婆是一個很 很龜毛的人 只要我抽菸 鹹臭就算了 他切了一盤水果 他自己要吃 然後我只要抽菸 那個菸飄過的那一盤水果 他就倒掉 不吃了 他就髒了 他不要去吃被菸 污染倒的水果 被我的菸飄過的衣服 他有沒有 很賭氣喔 最讓我氣死的是 有一次在路邊 在路邊 然後我們要到 請問一下 你那個 就是 你的酬勞 你那 用菸土果他要不要 我等一下吃看看 因為他每次都想叮叮叮 我等一下吃看看 我說最期有一次呢 是 我們要到某處的三樓 要開會 已經來不及了 在樓下我就說 老婆轉我等等 我抽個鍵再上去 因為上去不能抽 人家都來不及了 你要抽 我抽嘛 因為我不抽沒有心情開會 然後我就抽 然後我在那邊抽 我在那邊抽 他在旁邊邊在那邊碎碎唸 他說奇怪了 有什麼好抽 那這空氣你在那邊一直抽 然後你抽 抽進去他進去 你幹嘛吐出來 你不要吐出來啊 你就吐出去就好啦 你都去吃 吃雞還要吐出來的 然後我到那邊說 我到那邊說 抽一個菸 你在旁邊說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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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我們吵了一個大架 因為我們等於在公共場合 等於就吵開來了嘛 我吵我說你在那邊念 沒完沒了這樣子 然後就梭訴啊 說他為我好啊 多愛我啊 希望我好啊 要不然我抽辭也是就 тебе家的資什麼等等的 那天回家以後我就 有感而發想說 對啊 為什麼要讓我們 愛我們的人 以及我們所愛的人 讓他們那個 ł 壞星困辛難過 好 我就想說 那不要讓菸成為我們的 我們成為菸的奴隸啦 就想說那我來試看看吧 在二十五年來生平第一次 不像有的人說 戒了又臭戒了又臭 我是生平第一次 我以前根本反對戒菸 我覺得說人生苦短 小小一點快樂人都要給我剝奪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說 為了讓我們的人生 能夠更豐富更美好 戒菸吧 是 孫悅叔叔的名言 不是留一盞燈嗎 對 後來後來後接多久 大概戒了快一年左右了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 抽到越來越多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個 永遠好像口中有一股痰 對 因為痰非常的黏 而且就跟亮哥講 那樣一直咳一直咳 可是結塊了 對 都已經結塊結成硬塊 那時候有一次 我就是喝得很醉 然後跟我女朋友在講話 講講講的時候講得太激動 就真的 這樣啪啪一個人 就叫出來 對 他就很生氣 那時候就跟我講了一句名言 勒令我要馬上戒煙 你抽煙 我去跟人家尬 對啊 就為了這個愛情的力量 不行啊 怎麼可以這樣 馬上就開始找尋各種方法要來戒煙 那 Junior 你抽戒多久了 你有戒 你戒啦 戒啦 戒大概 一個月又 一個月 你這位人站在那邊燒焦 好高 真的 好高 一個月大概有一個禮拜左右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 那一天之後就一根都沒有 我是 黃小龍 不是 不是 對折啊 我是那時候是覺得 喜能變差了 等一下 你看 你是一個多月 你是不到一個月 來 你起來 來 這在幹什麼 這在幹什麼 來 來 有靠貝耶 來 哇 有軟店耶 我那時候有先是一開始先是感冒 然後感冒 咳到自己就是 受不了 怎麼會咳得那麼厲害 可是還是覺得是感冒 然後就抽菸抽菸 好 還抽啊 就已經習慣了就抽 然後到有一天我去跑步 跑步 然後因為以前不管怎樣 多久沒有跑步 一跑還是可以跑個三千 沒有問題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然後 年輕啊 就抽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那一次我去跑步 跑不到一千五 我就覺得 快喘掉了對不對 而且那個喘是這種 就覺得我的心臟快炸掉了 我覺得 再來會中風 然後這都算了 我還在抽 然後有一天就是要玩生存遊戲 去 然後我們生存遊戲帶面照 我天氣會比較熱 我下去玩 才跑 那要拿著槍跑 跑一下就覺得 不行我真的 中風要死掉 然後把面照拆下來 整個臉脹紅 然後脹紅就算我還在渴 然後到了那天 我記得我回到家 我身上還有一包煙 然後我就在家裡面 剩沒幾根 抽完最後一... 隔天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 我... 那段時間突然發現 我早上起來都要抽煙 早上起床 第一天竟然就是要抽煙 對啊 沒錯 然後我抽完那一根煙 突然覺得就是 好像活了三十一年 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其實還好沒有什麼驚天動地 沒有啊 然後就覺得 真的是沒有 沒有... 這... 誰你真的有怪啊 有一件啦 真的跟黃的... 沒有啦 我們就是要怎樣講這個 什麼啊 誰你講的話你太爽了 我臉太爽 太開心了 今天這一整集裡面 不死人會出現 對啊 一直刷 OK 那你會生幾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覺得 好吧 至少吧 而且我爸爸剛好是 在我這年紀的時候 他就是 丟掉最後一個煙充止 這輩子沒再碰過 那我就覺得 既然這樣 也不想出了他 就不要這樣 原來老婆是驅動狠 不戒煙的住 之前喔 小孩子生出來 那時候你還沒什麼感覺 然後後來 他剛才有反應說 你就會覺得 我自己有煙味 接近他覺得 自己很dirty 嗯 最後 那唯一的方法就先洗手啊 所以他也要去接近他 可是 還是覺得身上有煙味啊 嗯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不要戒煙 我是不是應該戒煙 可是一直想說 我戒煙 我還有什麼好玩 哈哈 哈哈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會不會有趣 現在酒會 酒會也喝少 對 對不對 那只剩一個抽煙 嗯 然後後來那天我們不是去聚餐嗎 嗯 然後吃吃吃喝喝酒不是還在抽嗎 然後我就出來 我要回家 回家我坐車 然後那個司機就跟我講 康哥 你是不是應該要戒煙 我說我想想 我說欸 對齁 對啊 我跟你講你要戒煙 你看你是小孩子 對不對 什麼什麼的 講 我說嗯 也對齁 可是 我怕我自己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麼戒 好好 跟你講 這個 跟你講 他是不是在推銷吧 沒沒沒 他完全送給我 是我們熟的一個司機 就跟我講 因為他之前已經勸我很久 我一直 他每天在給我洗腦 我就 常常說 對齁 我應該戒煙 然後那天他跟我說 我說 嗯 似乎應該要戒 嗯 然後他就在跟我講 我跟你講 等你成功了 我就請 孫子叔給你 關乎 我提 不用麻煩他 躺在家了 然後回家 我就想 我就想到這個事 然後後來 我就在他車上 我就在抽那個 凝骨青那種東西 好 然後抽兩口 奇怪 真的不會想抽煙 因為喝酒很想抽煙 然後回去睡覺我就忘了 嗯 然後早上起來呢 就想說 欸 是不是 要啊 抽根煙 這樣 然後就在想 欸 對喔 我昨天晚上好像是說戒煙 欸 嗯 我就拿那個來 他說起來 如果想抽煙抽一個這個 我抽一口這個 欸就不會想 有用 嗯 然後我就開始 我本來一天抽 一包半 喔 那也很多 我第二天的話 就剩抽兩根 哇 那很厲害 然後現在就是一天大概三根 然後這三根都是抽 有目的 然後比如說 然後遇到這個很好很久沒見 高興 抽一根煙 但是都在抽半次就丟 再假裝這樣 我不想跟人家講說 我戒煙了 嗯 還有一個就是 辦完事的時候 沒有 事後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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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整天錄完飲 喔 輕鬆一下 就回到家了 回到家我會拿一根煙 然後 拿一罐啤酒 然後坐到陽台上 是 然後啤酒喝喝喝喝 然後抽一根煙 但是也不會 像以前會抽 就哇操 一根接一根這樣 你現在不會抽到半根 然後就 就有打到 有點是那種 指引的感覺 也不是就是要有個目的 就是要先 圍繞自己 圍繞這個階段 並不是以前 一一就一直拿起來抽 然後可是 像我那時候沒有工作 就一整天沒事 跟老婆在一起 一整天不抽 那天你跟你小孩在一起 你會覺得 自己讓你很爽 很乾淨 欸 兒子來灌 我都會覺得很棒 一早就抽煙你就 不好意思 一直用回答 我吹在一起 都會覺得很棒 沒有戒煙完全 我的兒子 我每天在家裡抽煙 他的氣管 就是因為被我的煙影影響 所以我的大兒子氣管很差 就是 回來醫生 怎麼一天到 你兒子在看醫生 因為就是被我的煙影 所以 現在還是嗎 現在 因為我兒子已經過三了 所以就好一點了 而且 我也不准他抽煙 不准他碰到東西 慢慢就開始恢復 可是過敏的狀況還是在出現 也就是當年的煙害 不要講戒煙這兩個字 給自己壓力太大 就是我試著慢慢不要抽 對 就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一定要先開始 不要說一直不開始 一直不開始 就是零 而且要懂得拒絕 人家說來跟燕子說 我身體不太舒服 這兩天不抽 久了久了就 其實環境也很重要 對 像我們常常 我覺得最痛苦是吃飯 像跟朋友出去吃飯 不能看到魚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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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看到以後等一下會噴出來 不是他啦 不是他啦 然後就大家吃飯 吃到一半 OK 吃飯吃到一半 突然間會整桌的男生 不見了 不見了 對 就全部到外面 然後 很悶啦 一下子就覺得很悶 後來才發現 為什麼戒煙會胖 還有這個原因 對我個人 大家出去你就 快喝 沒事做啊 就吃就吃啊 然後再來就是 晚上大家一定 假如吃燒肉什麼 喝喝酒 兩杯 哇 那個大家就開始 抽起來之後就 天啊 然後 沒辦法 喝酒的時候最難啊 對很難 最難突破 那怎麼辦 我就叫弄小菜啊 好噁心啊 你不會吃酸梅啊 沒有就嘴巴有一個東西 你就不會一直 口香糖多好 後來都怎麼轉變這個心情 就是都覺得就是 欸 我發現一點就是 女孩子聽到你說 你戒煙不抽煙 好像都會 覺得你比較帥 對你戒眼相看 對我就覺得 哇這個還不錯 會高動頭還受爆 因為你魂真 因為連睡覺都覺得 弄髒被子 因為女生都覺得說 是真的 會這樣嗎 洪小姐 那是真的 其實我們剛才在討論 過程中有一個東西 其實一般人比較少提及 我們叫做三手煙 三手煙 對我們以前會講二手煙 是說我在抽的時候 你在旁邊洗澡對不對 可是你覺得我不抽了 然後我去抱我的小孩 或者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你覺得他沒有受害 有 那叫三手煙 現在發現三手煙一樣會造成另外一半 比如說過敏的危機 或其他的吸管 三手煙是什麼 就是有抽完煙的 三手煙還是有一些微粒 或一些化學物質 還是會影響的 所以就想說 欸我只要去外面抽 也就不會影響 這不是的 而且我覺得之前最可怕 他們的研究說 他們是在日本的研究 他就發現 如果你老公是一個 每天抽一包煙的男性 他的太太呢 罹患肺癌的幾率 是其他女性的兩倍到三倍 太厲害了 就是說他倒楣啊 他的師父 要跟你在一起一輩子 真的真的 你的款機 好賊喔 我講得好像老煙槍一樣 太厲害了 哪有 你不要再流口水 沒有 我白天在家 是都不抽煙的 我抽煙是小孩 一來就有 但是老婆一來就有 我才會到四樓去抽煙 然後叫老婆在旁邊 欸你過來 不是 不是鼓她 她自己抽 她自己抽 狗竟是沈玉琳在戒煙時 在家中 就是我也很想戒煙很久了 但是應該戒煙要有一個動機嘛 對 動機 還有方法 那要問一下胡醫師 胡醫師有什麼方法可以輔助 就是讓你戒煙更容易一點 戒煙的時候 原理上是要避開那種所謂的 會讓你誘惑的場景 要避開誘惑的環境才比較容易成功 酒店 像這個是用貼的 貼脖子以下 腰部以上的地方 都可以 腰部以上 手臂都可以 手臂都可以 但是你要貼在皺褶的地區 皺褶的地區會不行 貼貼片其實很忌諱 就是不能經常流汗 流汗重 嚴重的人 會貼不住 它就這個機會 對 貼下去之後 大概就可以相當有效的壓制煙癮了 其他包括用攪的 對 那攪子有時候會有點暈耶 類似口香糖 但它不是口香糖 是 它不能當口香糖吃 它是咬一咬之後 味道出來之後 要放到前面這邊來 它是什麼味道 含住 通常是辣的 辣辣的 是不是有點像煙草 對 這有一點類似煙 但是它是 是 是 放在下 用攪的 攪一攪之後 再放到前面來喊 喊一喊之後 沒味道要再拿到後面攪 要攪它才會散發出味道 它不能當口香糖一直咬 要不然你咬一咬之後 口水會很多 你口水吞下去之後 你就會嘔吐 對 對 那再來這個是 然後咧 這個是用吸的 看起來很像煙 但是其實 那個是一般比煙吸的 還要淺一點 它淺淺的吸就會有效 對 這個是口服藥 其實有好幾種口服藥 我們這邊直接秀出來 這一種而已 要戒煙成功 一般而言我們說 兩個辦法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用藥物直接換過去 然後煙就一根都不抽 撐盈度真的很低的 就不用藥物 直接換過去 例如說一天十根以下 或者說你起床一個小時之後 再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再抽第一根煙的 這個之前根本不會想抽煙 這種人其實不用藥物 好戒的 但是如果你一起床 就非得抽煙 才能夠活了下去的話 或者說你一天抽煙不離手 這個狀態一天兩三包 我們說像沈大哥知道 一天抽到那麼多 你戒煙的時候 是生不如死 真的啊... 那現在坐這個椅子 那你就死啊 那你生不如死你就死嘛 老實講這個月 是我人生好最痛苦的一段時間 難怪我看你 會有阿姨來支持著我的話 好厲害 我老早就撕給大家看 因為... 因為你會莫名其妙的暴躁啊 會... 以前我們是有壓力 不爽的時候 透過煙就可以平復一下 那現在不是啊 現在就是... 很氣 那就怎麼辦 難怪你剛剛這個 我這麼大力喔 對啊 這個你適合藥物 然後... 那你生氣怎麼辦 家裡面就只有老婆跟狗啊 那你不用罵老婆啊 就只有罵狗啊 那他就... 就一直在罵狗 看你就像一根煙 對啊 怎麼會一樣 真的會這樣 就出去也會 拿到什麼東西 就會講網嘴把裡面塞 真的跟狗一樣 就是想吃東西啦 不過在接近的時候 旁邊的朋友很重要 朋友的鼓勵齁 還有另一半的鼓勵 另一半不要一隻閒啦 你是真的閒人家 他就覺得... 就賭籃 賭籃就開始右抽 對 你說阿姨也有心得啊 嗯 第一件事情 我要戒煙 我先去洗牙 嗯 把牙齒洗得白白乾乾淨淨 嗯 因為你一抽煙牙齒就會黑 對 裡面也黑都黑 那你就把... 好 我先把牙齒洗乾淨 把家裡所有點煙器 全部把煙灰缸全部都... 弄掉 瓦斯爐撤掉 不應酬 連吃飯都不去 吃就像他們講的 吃飯大家都出去抽煙 你一人在那邊 你幹嘛啊你呢 對... 吃飯都不要去 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慢慢的去調整 自己的生活作息 我是又試過那個 催眠戒煙法 唉唷 那時候是參加 三萬塊一次的保證班 然後它就有分三階段 三個課程 三個課程這樣聊的時候 第一個課程就是 讓你有想要戒煙 它一開始的時候 讓你想四個理由 讓你想戒煙的理由 第一次 胸悶 想到媽媽這個在閒 想到女朋友在閒 就想到自己的壽命 然後他在催眠師就跟你講說 把這個東西一層加到一層 一直延續一直想 一直融為的想 一直想想想 想到後來你就真的會受不了 然後第二個階段是 他說你最討厭吃什麼東西 我都說是茄子 他就想像把茄子 全部打成汁 吃進去 吃進去的時候再想像 你在抽煙的狀況 想像你在社交抽煙的狀況 把這兩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或者說你在抽茄子 對 感覺到 抽一根大茄子這樣 沒錯是非常噁心 感覺都很臭 第三個階段就真的開始催眠 他說從三百數倒數回一 然後那時候他把我手拿 把大家所有人的手都拿起來 就想像你有那個 無意識在支撐著他 那你把想像 把你生命中所有 好的事情回想起來 再想像你剛才那個 第一步跟第二步 第一步是要想要戒 第二步是 把那個眼頭殺掉 然後慢慢慢慢回想 數到0的時候 他... 數到0眼睛睜開的時候 他就問你說 歡迎回來 就是歡迎你回來 那你現在想要抽煙嗎 他問每個人 每個人都不想抽了 他這個要想 沒有 後面也有 我想抽煙嗎 問到他之後已經 太強了 有什麼意思嗎 歡迎回來 YouTube 太強 對 全台灣的那個所有的電視... 新聞從業人員 我們大家一起監視 沈玉玲 沈玉玲 他是不是為了這個通告費 而且... 最後一根 真的 desktop 沒有 這那個 alarms 瀬 風Ter 真的不容易 但是能解掉才是真男人 好不好 ok 謝謝各位參加 國攻幫 SER 看 謝謝 國攻特別企劃 為了沈玉玲的幸福 國公幫進行24小時的跟拍 監督沈玉玲 能不能克注自己的欲望 成功的戒掩嗎 為了測試它戒掩的成果 製作單位 特地跟拍24小時 紀錄她的行程 她能夠戰勝自己的陰影嗎 在老婆的營養和挑釁之下 沈玉琳撐得住嗎 對啊 妳想抽菸喔 沒有啦 抽什麼菸 沒有 那不抽就不抽啦 就抽 不要這樣 好 拜拜 拜拜 想抽菸 想瘋了沈玉琳 已經開始出現焦躁不安的情況了 她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受外界誘惑呢 瑪雅眼看我們玉琳哥 已經快要精神分裂了 接踵而來的挑戰她會破戒嗎 吵煙啊 算了啦 借了 借了 無福消獸 算了啦